医劳健康部分带来关注 在台中有一位48岁的许小姐 她是一位超马好手 在去年一场马拉松赛事过后 她突然觉得右胸疼痛 到院检查才发现原来是罹患了乳癌第一期 让她在数前的最后一场赛事中是哭着跑到终点 索性经过手术切除 同时采用了手术中放射治疗 院方甚至还特别致赠她一双跑鞋 要助她抗癌成功 参加马拉松比赛朋友们彼此呐喊鼓励 48岁许小姐与同年纪的女性对比 体力惊人身体相当健康 不料去年在一场马拉松后 右胸开始出现疼痛 到院检查发现竟然罹患乳癌 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场的马拉松 1月20的时候天气真的很不好 就刚好寒流来的时候 雨也下很大 然后我觉得好像世界在为我哭泣 许小姐平时早睡早起饮食清淡 注重养生 10年来为了增强体能 每天乘跑10公里后才出门上班 得知离癌后让她在术前 最后一场赛事中哭着跑到终点 索性经手术切除 并采用术中放射治疗 让她抗癌成功 或许癌症真的就像感冒过场一样 不用担心说她恢复的一个症状 有术中放射治疗之后 她早起乳癌甚至只要在手术当下 我们就同时间完成放射治疗 等于是对病人来说 她也是只是来开一个刀 过一两天就出院了 医师相当赞赏许小姐的勇气 确诊离癌一星期后就接受手术 如今恢复状况良好 许小姐也慢慢开始参加马拉松训练 院方特别自身一双跑鞋 肯定她以运动家的精神成功抗癌 第二城市节台中采访岛